大家好 我是小张 又不是欢亮仔 我在这个小宾馆的话 待了两个晚上了 今天准备走了 今天上午8点多钟的时候 这个地方 然后狗又在叫 我也就服了 叫了几声把我弄醒了 昨天晚上1点多钟睡的 现在的话10点多 今天的话又要离 又要找一个地方落脚点 昨天晚上到处去问 问了好多家酒店 呃 宾馆 还有那个旅馆 我问了一下那个旅馆 既然都还要150单间 我昨天晚上问了一家便宜的 那个酒店100块单人间 我今天准备搬过去了 这个房间的话 跟大家说了140的 本来是 也是有点小贵吧 我现在是上午11点 你看看我的车还是这里 刚才退房 车放这里两天了 看到吗 那边有一家自助火锅 但是这边不止一家 我我看到就有三家嘛 哇 今天天气真好啊 现在的车真多 哇 你看他这个位置吧 还有那个毛牛肉麦 挺好的 下次有机会买点 车先把这里休息一下吧 你看吧那里有个自助火锅 68 美味 看吧 那行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都上午11点 20多了 我还不断想吃东西 从这边上去了 我现在我的车子都放在这个门口了 但是我感觉 我怎么想吃东西 胃口不太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 先把车子停在这里吧 这里面是自助餐厅 这里面怎么 都算了 自助餐算了 好好的 现在还没到时间了 还要休息 11点半 还在准备当中 没那么快 就坐在这个位置了 你看吧 我车子放在那个地方很有安全感 来个清汤吧 太烂了也不好 我刚才都没注意到 那对面还是坐高楼 你看 这拉上什么建设不错 清汤 看这个肿呢 还有饼干 你踩在这里吧 你看吧 它这边都是火锅 没有烤的 我也还以为这些是烤的 不是的 他这边还有那个 这个龙虾吗 还有粉湿 看吧 看这边还有这个土豆粉 挺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是那个火锅丸子 种类就这么多 看吧 就点了一点了 先放这里面给它煮一下 这个烧烤之类的也是煮的 它这个锅比较小 不能放太多 这个鱼 你看这个肉吧 我还以为是烤的 它这里没有烤的 内地的话这个肉可以烤的 烤的很好吃 它这样不行 整里头 要给它多煮一会 它弄不熟 哇 它这个锅很小 你看吧 它这个一个烧烤的 这样放都放不下 哇 它这里弄一点 粘料 稍微弄一点 兄弟们开饭了 哇 这个土豆粉先给它沾一点料吧 看吧 好像是那个花生酱 我记得上次吃蜘蛛火锅的话 过去5个月吧 我上次在怀吉仙城吃的 呃 赵青吧 嗯 好像是 不知道多少钱 好像跟这个差不多 一月份吃的 加一点就行了 辣椒不能太多 煮点咖啡好 所以等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鱼的话吃点 哇 我刚才我的车都倒了 他说我都没注意到 还是工作人员帮我扶起来了 今天的话随便吃点意思一下就行 就是那个肥肠吧 没有弄太辣 我的也是清汤的 这个锅确实挺香的 不吃太多 第一盘吃的差不多了 再打一点点 你看吧 再稍微打一点 看吧 又稍微打了一点 丸子 这么溜 算了 刚才我都没注意到有鸡腿啊 高的 哇 加点肉 这个可能还要找一会儿 这个是那个肉片吧 这个应该是辣肉片 很少 看吧 现在的话再吃这一点就差不多了 哇 这个鸡腿 这么装 这个鸡腿好像多 快煮烂了 这个应该本来就是熟的吧 好烫 鸡腿 让这个蘸一下 应该是熟的 刚开始都没发生鸡腿 来点这个肉片吧 这个是辣鸡腿 午餐肉吧 辣肉片 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今天好不习惯了 就算只有我一对了 昨天晚上我看到好多人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感觉有点冷静了 我一个人坐在这里 哎呀 你看吧 这个是那个炸的肉吧 这个的话都用来煮 好烫 这个肉片还行 哎 终于来人了 等了这么久才来两个人 这个丸子太滑了 要知道哪个脑子 太烫了 好 暂时最后这一点就差不多了 嗯 快点吃牛奶 吃的差不多了 哇他们也开车 他们也开始吃饭了 那现在房子少了 就是人多了 涨价了是吧 涨价了是吧 涨价了 回回原家 啊 回回原家了 回回原家了 嗯 对 现在都是120 嗯 那单间是120 嗯 那还 那其他的呢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啊 好 这个大厅停车方便 把这个包拿上来的三楼 哎 这个装修挺有氛围 嗯 给大家看看吧 住进来了 你看这个房间吧 这两个灯挺有氛围的 这厂也挺干净的 啊 电视 这个桌子 也挺好的 真的 他这个房间比昨天的那个小一点 然后的话 他这个隔音的话 比昨天那个好太多了 你看吧 可以关的很冷 很冷 是不是 关紧了 然后的话 他那个门 隔音也还行 你看吧 他主要的话 他这个 是这个 蹲侧 挺习惯的 这个条件还可以吧 是不是 哎 跟大家说一下吧 这个房间的120 我昨天晚上过来问了老板娘 他说是100 半间 今天老板娘不在 老板在 我问他老板是100 我问他为什么昨天100怎么又贵了 他说非会延价的 之前是打折的 难怪 这个房间120的话 都是这个价了 没办法 在内地的话 在那房间可能60块钱都能住到 没办法 哎 忘记说了 刚才老板 问我住一天还是两天 嗯 他说 如果你住一天的话 我就 呃 明天就让给别人了 我就说我直接订 结果他 老是说老是说 太会说话 早就我一下 交了两天的房租 交了210 没办法 这个地方希望不会那么吵 后面的话有房子割的 应该不会吵吧 应该不会有狗啥的 希望如此吧 然后的话今天那个 说好酸 今天那个呃 自如餐的话 68 嗯 是 那锅很小真的 那个种类的话 比内地少很多 嗯 然后我觉得也不太新鲜 总感觉其中这边的肉 啥子不太新鲜 这西藏的话 尽量少吃自如餐 因为他 那个那个食材的话 这边没有的 都是从内地拖过来的 这边一定要注意 而且蔬菜的话 有些也 不是很新鲜 所以在西藏那边 他卖的又贵 是吧 又没有内地那么新鲜 所以的话 我有时候懒得起 我少有 就这么回事 啊 今天的话 就提前在这里休息了 嗯 在西藏的话 我最后给你们说一句吧 现在你这个季节里来西藏 就啥都贵 住宿也比之前贵 都涨价 因为需求量很大 然后吃饭也贵 啥都贵 门票也贵 所以的话 还是好好想想吧 什么情况 我靠 好像有两夫妻在吵架啊 刚才特别大声了 现在还好一点 那个位置 什么矛盾 哇 那个里得好像顺了我一次 怎么每次都有小情况啊 怎么回事 那车还挺漂亮的 有没有